9年前由蔡崇隆导演的《导国杀人记事》 让苏建合案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这起案件缠送18年 判决可以说是几经转折 苏建合等三个人在最近几年 已经努力开展他们新的人生 而同样是由蔡崇隆跟公事团队 完成的最新作品《导国杀人记事3》 《自由的滋味》 除了重新审视苏案 也贴近了苏建合等三人 记录他们重新回到社会的辛勤与干苦 这部导演蔡崇隆口中 本来不该有的纪录片《自由的滋味》 纪录历经官司残送18年 从少年变中年的苏建合 刘比较庄联薰三个人 在2003年出狱后重回盛北的经过 而2007年高院更审 三人再度被判死刑 让公事制作团队决定再次拍摄 苏建合案的续集 对我来讲这个案子如果说是 比较用心的法官 然后他们就是真的是用证据法则去论证的话 这个案子应该是很难再搞下去的事了 不知道这个案子还会在弄到什么时候 不管是有罪无罪 可能要早一点给当事人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影片中也深入访问系纸命案 被害人无名汉的大哥吴唐杰跟儿子吴东燕 已经24岁的吴东燕说 他先天就患有肌肉萎缩症 并不是向外界所传言 是因为目睹了案发现场 惊吓过度才发病 他也希望外界理性看待案情 更希望真正的凶手能水落石出 影片也指出台湾的司法制度 让控方跟被告都变成受害者 大家都是受害人 说真的 不管大家相不相信 18年真的很久 我的人生都已经等于说 从我董事开始我就开始在诉讼 然后一直诉讼一直诉讼 然后想要就是跟一般人一样 这男生我都很困难 出狱后苏贞和刘炳狼 庄宁勋都努力重回社会 刘炳狼更在去年完成了他父亲的遗愿 取得了大学文凭 但司法缠身让他无法顺利进入职场 精神状况不佳的庄宁勋 现在从事水电工作 也慢慢适应新的生活 这起突如其来的官司 改变了他们三个人的一辈子 虽然他们现在身体自由了 但自由的滋味却是冷卵自知 记得陈叔军线请问台北报道